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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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我的这业是舞蹈 当时我在新疆艺术学院舞蹈期 学了新疆民族舞 哈萨字族舞 美娃尔族 东宾阳哥 还有芭蕾舞等等 每年有200多场演出 节目的内容越来越精彩了 跳出中国新疆各民族的传统舞蹈 还有一些舞剧 扮演了一个老师的角色 还有一个是祖国松 我扮演的是一个哈萨哥 小姑娘的角色 第一次网络大赛 我们就是以发视频 我们拿到了全国市场 然后我们就融得了 去北京参加全国第六节点 中外电视舞蹈大赛的那个冬决赛 所以我们开始训练 重新办排了别的舞蹈 2022年的1月 我们就去了北京 参加了第六节中外电视舞蹈大赛 全国冬决赛 拿到了特等奖 真的自己是很骄傲 我从小就喜欢跳舞 因为我父母 我奶奶都会探毒碳 就跟着那个节奏乱挑 小学一毕业以后 我就参加了新疆艺术学院的 舞蹈生的那个考试 第一次我没考上 然后第二年我考上了艺术学院以后 父母支持我上 然后上了五年 学舞蹈是一个特别艰苦的一个事 我也有受伤过的经历 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弹级课 打翻跟头的那个 因为两个手臂的力量 不够翻跟头的时候 自己的身体自己没乘坐 两个肩膀直接偷揪了 现在节的位置比较偏高一点 一年的365天 我几乎每天给父母打电话 我要退学 因为特别难受 去年都太辛苦了 受不了 可是在父母的支持下 也是源于我对舞蹈的热爱 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以优秀的毕业生毕业的 毕业离后 一直在河田县文工团上班 我现在有了家庭 有两个孩子 老大从现在开始特别喜欢跳舞 他想学拉丁舞 那种舞 这次暑假班 我也给他报了舞蹈班 他也认真的学 他从小时候就出门 他那么小都爱化妆 他小时候就看起镜子 掰动作 我就想到 哎呀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他怎么跟我学的一模一样 如果他长大以后 学的这个舞蹈专业 我会支持 可是我先会跟他说 很苦 你要继续坚持 不能半楼放弃 之前也是住孙文三年 回到单位两年 这次回去住孙文 主要工作 群众工作和一起工作 解决孙明的困难诉求 化解他们之前的保证之类的 现在孙明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他们的诉求也没那么多 现在那个孙子里面的小朋友 到孙明会找我那样子拍节目 感觉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 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 在近几年也很受重视 发展得很好 这个舞蹈圈的现在变化很大 条件也越来越好了 设备也越来越好了 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以前拍电停动是颠方扇吹的 现在拍电停动配备了空调呀 然后印象设备也比较好 以前的那个印象设备不好 大音特别的大耳朵 舞台上也变化特别大 以前就是刮一个横幅 下面放一个地毯 就直接开始表演了 现在不要 舞台背景都要很好 包括我们的服装道具 那些舞台设计 灯光设计 经济发展快乐 单位的一些条件就变好了 我希望继续我的舞蹈梦 希望有一天站上更大的舞台 向人们展示新疆的文化 Va 我希望你帮你 我们的舞台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 也行 我希望你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